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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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很希望就是這個陳主任 把這個包括你講完 那主任有說過 他其實平常都在做學術演講 他不對民眾演講 所以我們這場真的很珍貴 很榮幸的 就請到陳主任來幫我們講 那第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是mRNA的疫苗不效 他帳篇上的數字比較好 那他的mRNA疫苗其實在 是一個很創新 非常非常創新的 那他的設計 他是透過RNA 然後進到我們人體細胞去製造 一個類似病毒的一個蛋白 然後去刺激我們人的 我們的抗體 那這個基準非常非常的獨特 那能夠有 這是過去的理論 但是在這次的疫情下面 全世界都很高興說 看到這麼漂亮的保護效果 那不過他的mRNA疫苗 他在剛剛那個數字裡面 年輕人還有第二劑的那個 創作人是比較明顯的 在那裡 謝謝主任 有問題 問題應該老師的這個 好朋友應該講解到了 就是台灣人打多少疫苗才有群體 你應該是3000萬 就是百分之65 但是國際上現在有點就是 都是以百分之70來攻擊 就是這個數字很高 然後疫苗對變種病毒的效率 剛才老師你怎麼講 會受到影響 所以疫苗政策的推行的同時 我們的防疫政策會持續 那在國際上的專家 都是這樣認為 你只要變種病毒不進來 或者是很少的話 然後我們透過全民疫苗施打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的 但是美國現在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他的疫苗施打的很概率很低的情況下 大家知道我在講哪一種嗎 那已經就是全民解封了 他創造一個非常糟糕的溫床 這是我們很擔心的部分 打疫苗的風險評估 打疫苗的風險評估 這句話怎麼說呢 應該說這個疫情散播 對民眾的健康影響 超過了疫苗施打可能帶來的風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台灣有一些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既然我們的防疫這麼好 我們是不是不用急著去推動疫苗接種 我想在座很多人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審慎的 嚴謹的去審查這些疫苗 不要急 我們的確是比國際上慢很多 慢到國際的專家在說 台灣這樣子有點危險 那為什麼呢 台灣我們屏障的是老國 我們就鎖國 但是各位每天在看 就是我們在這樣子的 邊境管制的情況下 原來隨著我們的國民 或者是有必要進到台灣的人 帶進了一些感染者對不對 那這樣子我們要持續這樣鎖國嗎 還是應該全球大家一起 利用2020年的防疫措施 搭配2021年的疫苗 讓整個疫情在全球 能夠獲得相當程度的控制 讓我們回到正常的生活 那這中間的疑慮 每一個人的疑慮 包含在很多場合下 國內的審查相對比較慢 其實被提提是台灣的步調很慢 就是因為專家的看法 都認為要嚴格把關 來確保各位施打疫苗能夠平安 但是也要告訴各位 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 是供需不平衡的事情 台灣買不到疫苗 我剛才也在講 在十幾年前 我們孩子在打的疫苗 已經有供需不平衡的情況 那在這個疫情下 疫苗的供需是更困難的 那有些國家可以透過錢 有些國家可以透過某些國與國的談判 或國家跟疫苗上的談判 而且在去年很早的時候就談下來了 台灣相對太慢了 所以當全世界只要解封了 開放了 台灣要繼續這樣鎖 封鎖邊境嗎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大家一起來面對這個疫情 我們最後一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AZ 疫苗我們該不該顧慮 就是有幾張國家的 OK 對 我們明天就要開始 明天就要開始施打 你打一個針 都要小心對不對 它痛不痛 對啊 要痛啊 所以我們施打疫苗 就要按照國的規定 按照國家還有一般的規定 就是要休息之後 然後才能離開 之後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過去同樣的問題 在流感疫苗也都被關切 然後大家會聽到很多奇奇怪怪的話 大家知道那些話其實後來都不是真的 但是民眾都沒有在關心真相是什麼 所以我剛剛特別跟大家解釋一下 不良反應跟副作用的差別 然後去注意這個媒體 因為媒體包含歐盟 還有歐洲幾個國家 它是基於一定的條件 它只要有疑慮它就停止施打 然後澄清那些數字 澄清那個事件 然後發現沒有關係 或者是沒有比預期的關係 因為各位不太了解說每天一個國家死多少人 這是第一個 大家平常也不會知道說 一個國家一個一千萬的人 他每天發生了多少中風啦 痠塞啦 心臟病啦 大家都沒有這個數字對不對 可是一旦硬搖施打發生什麼事 都是會上媒體的 所以不良反應跟副作用 這兩個請大家分清楚 做一個評斷這樣 謝謝主任 我們是在給主任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